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必须做一些防堵的动作 现在中美明显是在竞争 而且是有点相似不下的时候 就很容易乱了分寸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贸易 李嘉兔早就说过就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不可能占尽所有的优势 就是中国你再卷你再牛逼 你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有比较优势 其实中国在创新方面 它就没有太大的优势 因为这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的 但是中国在模仿方面 在那个所谓的节显 就是勤劳方面 它真的有优势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 跟美国不一样 所以如果中美之间呢 不是像今天这样去互掐 而是去互补的话 你看看今天美国的那个基建 是什么样子的 那都是上个世纪 大萧条时期建的公路 桥梁水坝都是那个时候 而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强的 中国如果到美国来 就所谓中铁中建 给美国修桥驾路 对美国来说绝对是 事倍功半的结果 而美国要付这些代价 那很容易 卖一些芯片就是 一些高科技 中国根本不会去搞他的芯片 那真的是吃理由不讨好的事 别人都发展出来了 我再发展一遍干什么 但是现在呢 美国呢自己要搞基建 他制造业也没有了 他要制造业的 他要重新回流 你工人都没有了 你也没有这方面的基础设施了 现在就是各个国家都在搞 比较劣势吧 本来是应该取舱补短的 现在都是结舱补短 所以现在就是这些 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行业 那个行业的封杀 有一点到了呢 就慌不择路的这样子了 就像两个人跑步 就不愿意让对方赶过他 就是就用了一些犯规的动作 其实从长远来看 这不应该是美国做的事 这也不符合美国的民族 这个民族的性格 所谓的宁愿自己饿死 也不让对手长胖 这种事呢 美国是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民族 也是非常明智的 这国家曾经是有很大的自信 在他上升的时候 也就在中国崛起之前吧 美国是非常自信的 一个人自信的时候呢 他的行为也非常优雅 他对民主自由的这种 相信也是非常真诚的 就美国不是说一开始就是 今天这个样子 他是最近变了 四十多年以前我们来的时候 美国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他很自信 今天美国不自信了 你打开美国新闻 头条消息 一定是中国 一定是一些 对中国的 这种不自信的表现 我前天要看到一个 就是说 中国 对世界 开始威胁 在哪呢 西藏的横行 在新疆的霸道 在香港的药物 台湾呢 喊下阳威 这就是中国的形象 所以这个国家呢 就是一个人类的潜在的威胁 人类一定要把它封杀掉 就是这一类的宣传 以前的美国 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非常自信 对中国呢 他甚至是在俯视中国 他可怜中国 我们这些人来的时候呢 都受到美国的很好的招待 但这个招待 逐渐你仔细想一想 多少有点居高零下的 有点可怜力的味道 而今天的中国人到美国来 好像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 就像川普一上台 就在新街上就说了 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 我们来的时候可没有这个说法 实际上倒回去40年 我记得在复旦上学的时候 中国人倒有那个看法 认为美国留学生 弄跑都是间谍 我们那个时候呢 没有那个自信 所以觉得别人来了 总是朝坏的方面去揣住别人 我还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跟那个 李源潮的 还有另外一个 三个同学 在Princeton 我们那个戏里面 我们一个导师 Thanksgiving 请我们去吃饭 那导师也是很好的一个 中国通 林 White 我们三个人在别人家里面吃完饭 出来了 说什么呢 说这个老师一定是CIA的 要不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对你好也不行 对你坏也不行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心态 今天这种心态变成美国人牛 韦东我讲延续这个 刚才是明天 因为你在美国 大概很长一位时间 刚才除了提到的 这个内蒙多商务部的 也关于华为跟高通之外 美国对华境外投资 限制规矩 今年底以前也要完成 因为刚好年底 要美国总统大选 那这一股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 不管对中国政府 对中国的官方 对中国人民的改变 从美国的官方上面 一直到现在的民间 跟老百姓 好像也都改变了 我想你也应该有一点感觉的 各位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我来的时候 当然也跟盛平的 这个感受差不多 但这两年呢 对美国这样失去自信 然后不停的这样打压呢 是替美国惋惜的 就说中国呢 你就越打压 他会越强 这个是一个世界上独有的 一个民族性格 就像俄国人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反应很慢 但反应过来的时候呢 把他那个国力啊 民族精神都调动起来之后呢 他就变得很难战胜 中国呢也有这样一个特色 所以这个打压的结果呢 我觉得现在美国仍然很强大 美国仍然是第一 经济第一 军事第一 而且呢 拉开中国很大的距离 这个中国最高峰的时候 按美元不变价 达到GDP 达到了美国的73% 去年降到了66% 是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人民币贬值 就会这个 美元升值造成的这个这个后果 那那美国仍然是觉得 中国是一个迫在眉睫的 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威胁 这个威胁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当然美国的宣传上 口头上不停的说 这个专制民主这样一个逻辑 但是他也越来越明确的说 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 是老大老二方面的问题 就是很多议员呢 很多演讲啊 都公开说出来 就将来中国民主了 我也要打压他 这就把中国呢 又变成了第二个 对待俄罗斯的那样一个角度 就俄罗斯民主化之后 不停的要进入欧盟 进入北约 要拥抱西方 然后呢 美国就是不放国的 这个那你看的 导致今天这个俄乌战争的结果 然后就把整个俄国推向了中国 这个我觉得美国的地缘政治专家 战略师 战略师 这战略专家 可能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到川普政府之后 将下一步 如果是川普政府的话 恐怕这个问题会愈演愈烈 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争斗呢 可能大概要十年左右时间 直到美国认同 或者说被迫承认 中国就是追上来了 因为十年左右的时间呢 中国完全可能追平 追平美国 就在GDP上 咱不说这个购买率评价 就PPT角度上 这个这个早就超了 2014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个就GDP而言 可能再有十年左右时间 也会超过去 美国呢 就是不想让中国超过去 现在全部的焦虑心态都在这 这个这个有点像中国 那个当时那个省市县的县委书记 被中央政府压的 用GDP考核的时候那样一个指标 现在美国变得这个 在国际角度上 用GDP考核中美两国的实力 其实你要回过头来想 很多经济学家 包括网络上也不停的说 这个中美之间人均差得远啊 中国一万三 一万四左右美元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人均水平 美国七万多 嗯 综合国力差好几倍呢 中国要想达到美国这样的 比方说七万多家 在美国停停步不前的情况下 中国还得追半个世纪 可能还要更长 何况地球的资源各方面都是有限的 中国也不可能 这个过上这个这个土地面积啊 这个人口因素啊 过上美国像我们这样住在美国乡下 我跟君涛这个盛平 一人有个大房子 这样的局面 在中国不可能出现 所以中国可能就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就自我满足 就是一个一个人均人均GDP 大概两万美元左右 他就这个增长后进啊 各方面就可能这个进入一个 缓慢的一个一个一个平衡的时期了 就是说中国跟美国总体GDP 总额追平的情况下 人均不会再拼命追赶 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危机感啊 实在是有点自我夸大 你看雷蒙多这个表现出来的那些笑话 就说了很多笑话了 在打压华为的问题上 华为那个叫什么MAT60 出来的时候就说他给他给这个 就正好雷蒙多在中国访问嘛 这个说说给这个华为在代言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这次呢 他刚刚宣布这个要要对华为进一步制裁的时候 华为70就出来了 又又说他给这个华为在代言 华为成了在美国打压下不死鸟 凤凰涅凡的一个中国成了这个民族主义的英雄企业了 这个后果啊对美国来说其实是需要检讨 中国当然也要检讨 就这样这个这个所有的这样这样一个卷的势头 给国际上包括尤其是美国造成如此紧张的局面 是需要做某种弹性缓和的 而美国也需要检讨 这么怕中国追上去的这种心态实在是有点令人不安 我我真的是为美国惋惜 以美国的这个强大的国力 科技经济军事文化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局面 表现出如此紧张失措错乱的这样一个一个状况 对美国其实是伤害很大的 我大概说这些 金彤你怎么看呢 美国这种危机感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说的都不是美国 美国也有这个至少从美国讨论来说 美国和中国不一样啊 我觉得美国政府可以说假话 但是美国的民间讨论是非常正视问题的 我们知道这样美国的智库啊 美国的媒体啊 而且他们经常也互相唱反调 就来作为自己能够获得职场发展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家里呢 就说你想说除非当你这个集体有没有 集体的buyer和集体的偏见 这里有可能出现了 但是这个在让美国说有一个集体经营性作弊 那我们就说自信一些 美国其实80年代也有过自信非常 60年 70年代吧 自信非常下降的时候 但是我也讲过60年代末期很像今天的情况 就是美国的校园乱红的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 这个俄亥俄大学 UC Berkeley大学 警察都进去开枪了都 那么他们那个学潮比现在还厉害 那么那时候街上都是反战运动啊 民权运动啊 民权运动啊 各种各样的抗议 不断都是街上都是经常就是 打的这个乱七八糟的 那后来还有就是美国的经济当时也不好 那个在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内部 德国日本再起来 以至于美国当时在日本面前说 日本世界敌意 日本是个举国 是个托拉斯 是个阴谋啊 也是当时已经什么 连那多个飞了针头连美国的文化心脏都要给卖掉了 我觉得那时候美国人信心在外面呢 像他们也很像啊 反正运动 他把东南亚给丢掉了 丢掉了越南 接着老挝 捡回来都都掉了 那个时候美国的地缘政治上整个是一踏步 中美两国联手 没法挡住前苏联在东南亚 在非洲 在阿拉伯世界 就是东东世界这种进展 对吧 那是中东国家纷纷在投靠前苏联 买他们的武器 原来是中央条约组织国家 都是在前面美国围堵这个苏联时候 都站在美国一边的中央条约组织国家 后来纷纷在国内发生民族比年轻军官的军事政变 然后区返了当时的跟美国合作的这些王权 阿拉伯王权 然后呢所以我觉得美国后来能够经得住考验呢 我最近我在给我的党员上党课就说 就是这一代的学生 我告诉你呢 现在治理美国的你说的老太隆 都是那一代人 就是六十年代上大学这一代人 他们后来在后来 我当然没有去研究啊 他们当时的思想是怎么变过来 反正今天的世界 美国后来从小布什登台开始到现在 就是从克林顿吧 登台开始到现在 就是他们在掌管着美国 就是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三十年 所以我觉得呢 我对美国有信心说 从短期看他很乱 他一乱活着 但是最后他能起来 那今天呢 我觉得我们才能回到我们的话题上 雷蒙多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雷蒙多其实呢 我们第一个 我是主张我们一定要看原文 看雷蒙多 看他们讨论 看美国讨论 我觉得他们也对 对华的贸易限制有六个动机 他们先要提出来 第一个动机就是要给中国设置高科技的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过去怎么不提 过去美国其实包括美国的硅谷 包括美国的业界 美国大学 美国的最领先的研究单位 都主张在全球合作发展中发展专业 这是搞专业的一个共识啊 其实当年前苏联和美国冷战的时候 前苏联和美国的科学家之间 他们还是主张要进行和平交流 对本国政府都比较反感 对这种限制政策都比较反感 为什么在这个 我自己观察就是说在 如果是个在铁幕的情况下 实际上科学家是出异议人士出的最多的 一个群体 在这个铁幕国家中间 那美国也是一个对本国政策 主张要主张开放了 而且对这些出来的这些科学家 来读书的刚才圣评也讲到 当铁幕国家来一个人到这读书 他们都会非常教授 都很热情 就已经提供保护和帮助 都超出了对本国人生 对自己的亲戚朋友的这种帮助 这种热情 我觉得这一点呢 但是后来我觉得呢 现在的这个情况 因为习近平自己要打造人类命中 你看他一方面又在让他们 叫什么刘建超是吧 还有什么人在那说什么 无意挑战美国 你看这次去塞尔维亚吧 访问就提出要跟塞尔维亚 要打造命运共同体 他在印度说 他跟人说要打造命运共同体 人家后来说 感觉共同命运未来 对吧 人家共同什么未来 人家就不用他那个词 就说你去说这种话本身啊 就是你就是要改变 这样一个秩序 合理不合理呢 我觉得站他角度是合理的 站美国角度说 那好了 那我就不能向你输血 我就不能让 所以在川普在这个当总统的时候 川普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美国当时呢 这个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说 我们不能再让中华人国 利用美国的技术 经济和这个资源呢 各种还有外贸易资源 去服务于他们 打造一个挑战美国 和更改美国领导的国际 是一种能力 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说 要封杀中国的这个 要对中国的科技发展 设置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 我原本讲 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延缓速度上 这是可能的 因为你不可能让一个国家 就是他自己做研发 他也能赶上来 就像我们这一看 奥本海默那个电影里 当时奥本海默跟 这杜鲁门总统说 我们应该开放原子弹的机密 跟苏联共享 这样形成了一个 让他们也觉得安全 那个杜鲁门说那不行 他说呢 然后奥本海默说 那苏联迟早会搞出来 杜鲁门非常粗暴的跟他说 他们不可能搞出来 那现在就证明 苏联很快就搞出来 所以我讲 科技这种相互封杀 其实你封杀不住的 但是在速度上 是可以延缓这个速度的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美国有国家安全的考虑 就是说比如说 他对于像TikTok等等 还有微信呢 等等一些封杀 我觉得你可以说 有些人呢 是想借题发挥 但是还有一些的人 他是真诚的提出这个问题 确实有 比如像微信嘛 那我现在就上不了微信 我女儿也上不了微信 那这就在封杀我们 那微信 那你要在美国这种国家中 你不能做这种实验 我在微信 我也不说好 我女儿 她根本不说中文 她都写着英文 你干嘛你要封杀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些问题上呢 中国确实是违背了美国的法律 在美国境内 违背美国法律 那么这是一个 第三个呢 就是他在物流链的安全上 这个考虑 本来呢 美国在一些制造业上 他也觉得跟中国合作也没什么 但是这次疫情期间 你看说中国确实是非常不负责任 就说在你有疫情最初爆发 就世界上没有人封杀 这种医疗 等种资源流向你的国家 但是结果到别的国家 开始扩展之后 你已经开始有了安全之后 你封杀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那这东西确实 让全世界后来 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想美国本来说要挪到 八大国家 就要挪到自己境内 后来发现成本来高 就说搞 就提出有岸外包 有岸外包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不能放到一个 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 到关键时刻 就是这些是生活中的 一些必须资源 医疗必须资源 但是这些东西 也没什么高科技含量 其实本来给哪国家 哪国家便宜就给哪国家 哪国家物美价廉就给哪国家 但是你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你卡我 我就不能给你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第三个提出来的 第四个呢 就是一些新兴产业的保护 这个我讲了 其实这些都在试探阶段 美国呢 刚才这个 伟东讲的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 这些产业之后 他们很聪明到那国家投资 其实日本早就采用这个方式了 他就因为这个投资 这个东西来说 那个国家自己产业发展 他有时跟就业市场 如果有关的话 你到我这国家来投资 我是欢迎了 我不会封杀 你到你把钱那技术 你那国家获得发展的话 他就不在意 其实很多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 他倒真的不在乎 这个叫什么GDP 你的速度什么 他很在意就是就业和物价稳定 所以我觉得在第四个 就是新型产业保护上 我刚才讲 他不可能全方位保护 就一定会开放一些产业 但是呢 他这个还有一些产业呢 他当时做保护的时候 他是想给自己国家留个空间 如果将来实在竞争不过你呢 他让你来这儿投资 如果你不愿意投资 那也就放开了 因为消费者还是有压力的 那么第五个呢 我觉得就是 他有一些国际 就是他有一些 美国有在领导全世界的国际安全的时候 他需要惩罚一些国家 比如跟俄罗斯 如果你真的给俄罗斯 你看俄乌战争爆发 就本来西方国家估计呢 如果在俄罗斯在第一圈打不赢 那么武器已经要被消耗的时候 后来发现俄罗斯非常迅速的恢复了武器生产 能够供战争需要 但是中国提供了很多的这种 就生产武器的这些资料 原来呢 前这个西方给中国的这种警告说 你不能把致命武器提供给俄罗斯 因为这个致命武器呢 中国现在我觉得好像基本上遵守了 就其实无人机 中国应该是比伊朗厉害 但是俄罗斯拿的是伊朗的 不是中国 是能北韩拿别武器 没有拿中国的 问题现在呢 他发现说 中国的其他的这种产品进入俄罗斯 使得俄罗斯可以维持武器的产生 俄罗斯其实有能源 有原材料 他也有武器制造技术 他大概缺的就是这些零部件 这些什么事 现在中国在这方面 所以现在美国在跟中国谈 但是因为原来没提过这个要求 现在可能就开始跟中国提 你不能再给这个俄罗斯提供 能够维持战争机器生产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还在谈判之中 我觉得这第五个 他们就说 对俄乌战争 阿易战争 美国如果对这些国家警戚运手 中国应当加入 如果你不加入 我就要惩罚你 那第六个呢 我觉得就是选票保护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 最让我跌破眼镜的 拜登政府说 他发现当对一个地方 劳工的选票 比如威斯康星啊 几个秀代州 几个就是这个摇摆州的选票 决定作用的产业 他也不是对中国 他对日本 对欧洲 他都一概他要进行保护 对吧 就是说他要对 他开始表态 包括什么钢铁 智女啊等等 其实这个产值都占的不大 但是要争取这个选票 争取人心 在这方面 所以六个动机 这六个动机呢 这个封杀中国发展这个动机 地缘证这个动机呢 不是一个最主要的 我觉得很多 我们都知道 在西方治理国家 其实不大管得任期之后 他比较叫tountable呢 他比较管得近期 对他决定他这个政治成败的事 或者就叫危机管控吧 damage control 还有这个crisis manage 他对这个东西比较在意 所以呢 那么但是呢 我觉得美国这么做 他有限制 他不能搞冷战的原因 我觉得他有两个限制 第一个限制呢 现在美国当务之急 拜登现在选票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呢 现在本来解释 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就是呢 说经济过热 他想通过提高利率 反正现在看来呢 不对 这个提高利率 现在没有办法 降低通货膨胀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 又全体重来了 第二就是呢 在疫情中 全球物流链打乱了 打乱之后 有些地方本来可以拿 拿不到了 这个通货膨胀就起来了 现在看来呢 第二个解释 如果站上风手 他要保证呢 一些能够降低物价的 产品能进来 那当然全世界 还是中国最好的 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 这也才有去年呢 雷蒙多去给中国算笔账 我们所有的禁运 惩罚都加减 也就百分之几 还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空间 我们可以通过降关税呀 通过一些方式 把这个贸易再搞起来 那这点好像是想交换中国的 其实他没有降低通过膨胀 这个考虑 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是世界大国 其实他现在和中国 比较难办的一点 就在于 中国现在的 他要领导 使人类解决全球性的 头疼问题的时候 中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疫情 21世纪两场疫情失控 两个非典肺炎的失控 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出来的 如果疫情防控 如果假如中国不加入 那我们都看到 全世界会乱成什么样子 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 那第二个呢 就是比如像环境问题 如果全世界都碳排放控制 中国在那自由的 在那碳排放 非常这个兴高采的採访 那全世界採访都是白做 所以说 在还有其他问题 军备控制啊 核武核技术 这种转让啊 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 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这种还包括 甚至像极地开发 深海开发 太空开发的 新规则的制定 还有高科技 还有生物技术 等等这样一些 道德规则这种制定 如果中国不合作 那人类社会都会有危险 所以美国这个世界大国 所以他需要交换 所以为什么特里啊 美国的其实鸽派 真正的鸽派呢 像雷蒙多呀 什么耶伦 这都是奇强派 这个问题上 他能倾向和中国合作 符合他管辖的美国力 那个问题 不再在管辖范围 他有倾向于采取鹰派 但是美国最大一脉 就克里这些 在全球事务上的 主管美国社会官员呢 他们就非常希望 跟中国全防卫合作 少去谈那些 有争端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美国六个动机 要限制中国 另外两个动机 要跟中国合作上 那我觉得他手段呢 其实现在 就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关税 你可以看出呢 拜登也说了 下个星期开始 确实要对中国 开始进行关税 我们可以看 他的关税出台 大致上就会知道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禁运 就是禁止发展 禁止发展 雷蒙多在最近的参院 作证的和他已经讲了 他说呢 现在我们需要 国会授权给我们 那国会现在就不想 授权给行政单位 他就是想说 我来通过一些禁运措施 对吧 国会不断通过一些法案 说把美国 他说呢 我们现在只能对 单客企业进行 上实体清单 而且他们还可以到 法院去投诉 现在能给我们 一个行政文足够的 我们可以对中国 进行一些禁运和惩罚 就禁止得到 这个地方投资 现在他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呢 像TikTok还准备 要到美国去 法院去提告嘛 那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 所以你刚才 你们听说 雷蒙多用极端手段 其实美国政府 手里极端手段 非常有限 而且他即使 祭出了极端手段 美国是个法治社会 宪政国家 法院是可以推翻他的 而且法官在很大 根本不会考虑 他政府的感受 他就考虑美国的 这个一致性 就是法律的司法 这种管 这个规则 这个运行 实际运行 的一致性和成绩性 因为他这个 法院是比较保守的 一般是主张 就是维护一个 传统的 这种案例 和传统的 这种运行机制 好 美国对华的 这种限制跟封杀 措施到底会 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以会在中国研究里面 来讨论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